16万的拆迁补偿款仿佛是在夫妻二人的梦中划过一样 梦醒了,汤先生和甘女士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平淡中 按甘女士所讲,她似乎还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尽管当初与汤先生结婚是看在一笔拆迁补偿款的份上 但后来这笔钱很快就被丈夫挥霍一空了 可她并没有选择立即转身离去 那么后来甘女士又是为什么和丈夫过不下去呢 甘女士说,这还是因为钱的事 我打牌就赢了500块钱 她就说,现在过年来了,你就把这个钱,我们两钱就放一起 现在过年来了,买点东西 后来我就500块钱放一起了 放一起不知道34天,她就把钱一下拿走了 我们今天那个师傅他就说,阿姨你今天打牌 我说,打牌,我说我回去拿钱 就没看到钱,我也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把钱一下拿走干嘛 我就想,她这人把钱放一起,她一下拿走一分也不留 让我哪有这样的做事 以防万一我要用一点钱,我就一分钱都没有 所以你生气了是吗 当时我还没生气 我就是把我的钱 就拿回来 把我的钱拿去打牌,我打牌去了 我拿500块钱打牌去了 打牌去了,我又赢了200块钱 赢了200块钱,她又逼得逼着我,我要那500块钱 她说,你那500块钱不给我 我说,那500块钱是我,那怎么是你的 我说,这日子你想过就过,不想过 你就走,你想到哪,想到哪,就到哪 后来就问那500块钱,她就把我锦上割一条根子 怎么怎么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不想跟她过了 我先讲了,我的命都保不住,还不知道哪天没了 她每次打牌都是我给的钱 我说了,我妈就没给过钱 我说了,她吃货,吃蛋,打牌 所以我要开箱 要钱,我从来没有亏待过她 经济方面,我根本就不 后来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她说的那个拿刀这个事情 真的没有,你说,我要是拿刀杀她 刀杀会不会是一条根 你拿了刀吗,拿了吗 我是拿刀切菜,她除了洗衣服,她做饭什么都不管的 张思元表达的意思就是,那天有不愉快 我正在做饭,从上拿着刀,然后就互相发生冲突 可能在争执中有一些小摩擦,是这意思,对吧 并不是故意要拿着刀对她怎么样 她说我拿她架在她脖子上